各位大家好 今天又來講另外一把 我們叫做OP 就是電磁炮Railgun 給神社手的Sharpshooter 首先都是循例說一句基本資料 它未升級的話 Tier 4是560 它傷害560 升級是值得升級的 不像上一集我講的FAL 因為它是加25%的傷害 就將560變成780 就差不多回到尾RF那時候 750 其實話雖然說它之前是RF做 但其實呢 我就覺得是BUFF做的 因為它的避彈是多了很多 33的TOTAL 以前它只有21 它升級了之後 加上你的技能選擇 最重要是WACK THEM UP連擊王 它就變成 它就變成一個打大怪極易的武器 技能可以存了 沒所謂 以前的Railgun 只要技能存了 你就可以一槍打敗Railgun 不過現在你就算升級了Railgun 也是不行的 啊 因為有個SET TIME 那就可以了 但是SET TIME 外面SET TIME 就不行的 這槍還未夠的 差一點傷害 所以你說怎麼辦呢 那這個9mm呢 就幫到你的手了 只要你有at least一個連擊王呢 沒有頭開鏡都可以一槍死 二的話呢 你就可以 不用ADS的了 啊 叫多幾隻出來 玩一下吧 啊 這裡起碼10隻 只要你用你的9mm 或者你其他武器SPX都好 這樣 粗兩個 然後 no scope他們 加上他reload cancel 那些居佬完全是沒有機會 打到你 用手槍STACK兩個連擊王先 乘以 再開 可以這樣no scope他們 啊 只要QP就特別一點 因為他們三五成群這樣出來 這把東西呢 對付他呢 就非常之有效率 那 拿多幾個 wad them up 啊 又是兩下先 乘以先 再no scope 最緊要 wad them up 一定要起至少兩個 哈 怎樣也儲了兩下先 因為這一下呢 他就不殺不死了 一槍 好 喔 沒有彈 哭不出來 又可以一槍死的了 只要最大的威脅是FP 只需要多一槍而已,兩槍 他的TK實在太快了,太高了 第一次是Stumble 你看到他,第一次是StumbleAnimation 當他Stumble還沒完的時候,他已經裝了另一顆彈,殺了他 慢慢試一次,看看他有個Stumble 等他完成了整個發生的Animation,你就可以補第二槍 沒有所謂 但很多人覺得,治療這個功能其實沒什麼用 其實他打登路是一個很好的 其實他打登路 我示範一次 第一槍一定要用手瞄 你覺得他發生很難瞄,那就用開自瞄 應該一槍OK 可以不可以 對了,但你會留一個沒有投司 一槍自己瞄,加一槍自動瞄 所以呢,你用得熟的話 這槍也是 沒有開自瞄,自瞄傷害減半 至於這槍打BOSS也不多說 都是OP的 所以這槍又是另外一槍OP的武器 星祖級的T5電磁炮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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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